哈喽大家好,我是黎空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你的Gmail信箱里 是不是多了一封来自Google 还有来自YouTube的信件 那这封信件呢,都是用英文写的 上面你可以隐约看到有GDPR的字样 那这封信件要讲的是什么 其实它是要告知我们用户关于欧盟的网络隐私条款 那么具体的,我们应该要遵守什么样的一些规则 还有GDPR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条款呢 黎空在这边简单的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希望大家看完以下的小短片 可以大概理解一下什么是GDPR 欢迎大家来到五件新闻 我是主播小玉 我是主播演员新资助 咦,小新,你今天怎么无精打采的 唉,我昨天跟那那子姐姐要加脸书好友 结果被拒绝了 啊,原来是这样 没办法,谁让脸书最近被欧盟证实 总计有高达270万欧盟用户各资 遭不到分享给资料分析业者 明明GDPR就要实施了 却发生这种事 嗯,GDPR是什么啊 GDPR就是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简称GDPR 欧盟通用各资保护规则 资料保护规则 小心,我想你应该接过一些奇怪的行销电话 不明的大姐姐用社交软体要求加好友 或是遇到奇怪的诈骗电话吧 不明的大姐姐? 嘿嘿,漂亮吗? 小新,那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有你的联络方式? 当然是因为暗恋我吧 绝对不是好吗? 那是因为我们的个资可能被企业任意分享或贩卖给第三方 于是注重人权的欧盟定立了欧洲隐私权法律GDPR 哦,原来是这样 那这个法律跟我们应该没有关系吧 欧盟的那些国家自己遵守就好了 不是这样的哦 由于GDPR要保护的是欧盟民众的个资 所以跟全世界都有关系 只要你的顾客、员工或者是你的同伴里有人是欧盟的人民 你拥有他们的个资 那就得遵守GDPR哦 啊,这么严格哦 没错,在GDPR之下 欧盟用户在网路上的任何平台注册账号都应该受到个资保护 就是说,这次脸书资料外线事件非常严重哦 是啊,GDPR从2016年5月25日正式生效 欧盟各国有两年的缓冲期度过 预计在2018年5月25日正式实施 结果却在即将正式实施前发生这种事 真的是非常夸张哦 哦,会发生这种事 一定是因为大家都对GDPR很不熟吧 那我们赶快来简单留解一下GDPR的重点规则吧 这样子弄弄姐姐才会安心的交我FB 欧盟通用资料保护规则 GDPR条款多达99条 内容相当复杂 只要客户和作伙伴来自欧盟 你就无法置身事外 为何欧盟GDPR有这么大的威力 世界各国都必须敦重这样的规章呢 最重要的原因当然和经济实力有关 欧盟目前人口超过5亿人 是全世界人口密度第三高的经济体 人口多表示具有购买力 全球购买力排名第18名 GDPR跟谁有关系呢 一、您的公司有欧盟顾客上门 如餐厅、旅馆、旅行社、计程车、电商购物平台等等 因为您会拥有顾客的信用卡资料、会员资料等 二、您的企业有雇佣欧盟的员工 或与欧盟供应商合作 包括正职与兼职员工、工艺商、协力厂商、合作伙伴 因为您很有可能有他们的保险资料、薪资记录、联络资讯等 三、非盈利组织与政府机构 如果组织的志愿工作者、会员、赞助者、捐款人、顾问 是欧盟的公民 您拥有他们的联络资讯、税捐资料等 就受GDPR的规范 哪些客资受到GDPR的保护 各资身份和生物特征资讯 如电话号码、地址、车牌、健康资料、指纹、脸部辨识 视网膜扫描、相片、影片、电子信箱、电邮内容、问卷表单等等 线上定位资料 如Cookie、IP位置、行动装置ID、社群网站活动记录等 如何判断是否违反了GDPR 1. 搜集个资、处理和利用必须征得当事人的同意 2. 强化个资可携带的权利 比如更换手机时或同时在多个装饰上使用 3. 增加被遗忘权 也就是当事人拥有决定删除资料的权利 4. 资料外泄时必须在72小时内通报资料保护主管机关 5. 当事人有权反对被自动化分析的权利 违反GDPR可能造成的后果 罚还最高达2000万欧元 约新台币7.2亿元 或罚年度全球总营业额4% 这些规定真的好多 是啊 现在各国企业将如何设置配套方案来执行GDPR 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希望娜娜姐姐的个子可以被保护好 要是被奇怪的叔叔盯上就糟糕了 奇怪的叔叔 那根本就是说你吧 好了 今天的五件新闻就到这里 我们后会无期 看完以上的内容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经初步了解什么是GDPR了呢 上面的内容都只是关于它的一些重点规则 关于它细项的内容其实还有非常非常的多 GDPR的事项大家还是要稍微记一下 注意自己的网络上的言行举止 好了 如果大家对这个GDPR有什么疑问 或者是离空有什么地方解释的不清楚 又或者离空有什么地方资讯错误了 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离空会非常非常感谢你的 好啦 我们下次见